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人中风前,身体会发出四个信号,早知道能救命,脑中风又叫脑足中,主要是因为脑内动脉狭窄或者是出现闭塞和破裂等情况,进一步就引起脑血液循环发生了障碍,时间久的话还会导致大脑永久性功能障碍。 我国大约12秒就会有一个人患上中风,每21秒就有人死于中风,中风成为我们不得不防范的危险疾病。 中风多半都是拖出来的,脑中风前会有一系列中风前罩,如果置之不理,容易引发生命危险,身体四处发出信号,趁早就医。 一、第一处,手指。 很多人都会有手指发麻的情况,尤其是老年人更为常见。 但是,若是突然手指发麻,还伴有合不拢的情况,就要小心了。 这很可能是短暂脑缺血发作的征兆。 首先是一只手或一只脚失去感觉,然后是一只胳膊,一条腿,半边脸或半边身体变得麻木。 但也有的只是几根手指隐隐私痛,手不听使唤,手指传全无力等。 二、第二处,舌根。 患者若是出现脑动脉供血不足时,就会感觉舌根发硬,说话不利索,含糊不清,出现语言障碍。 这多是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所致,且还会表现为喝水容易呛水,吃饭容易呛着,易咬到舌头等等。 这时一定要谨慎,及早去医院检查。 三、第三处,面部。 由于脑中风是发生在脑血管处的病变,所以当病变,累积到了神经时,就会导致人体出现面瘫的症状。 这时就会表现出睡觉单侧流口水,吹不成口哨等表现。 甚至还会有短暂性黑猛,看不见东西,数秒钟或数分钟即可恢复,有的人还会伴有恶心,呕吐,头晕,意识障碍等等。 四、第四处,下肢。 双腿或单腿软弱无力,即使在平地也会摔跤,因为不论在大脑的哪个半球出现病变,都会导致病变对侧偏瘫,其程度可有轻有重。 这时肢体感觉就会出现异常,如腿脚不灵活,无力,这时要警惕,很可能是缺血性脑足中的信号。 中风都在在这三个字上。 一、懒。 现代人比较懒,经常懒得运动,以及懒得喝水,这都是导致脑中风的危险因素。 长期不运动不仅会使血液循环减慢,还容易导致大脑、心脏的供血,增加血液粘稠度,亦产生血栓,加速脑梗,不爱喝水,会加速血粘稠,产生血栓。 皮主肌肉缺乏运动,影响最大的就是脾胃。脾胃不好,容易体内积聚湿血,湿气久了,容易生痰。 许多患有心脑血管病的病人,都有痰湿问题。 所以平时别那么懒,多运动运动,像八段井、泰奇都是很好的运动,既不会因为过度出汗而伤筋液,还能强身健体。 二、贪。 这里指的是贪吃,现代人偏爱一些重口味食物,如油炸、腌制类,这些食物会升高血压,加速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,组终死亡的危险相关性。 拼爱滋溺食物也会让脾胃出现问题,容易生痰湿。 痰湿容易导致体内淤堵,就像是河流里的淤泥,一点点把河水堵死。 三、熬。 不光是肉体煎熬,心灵煎熬也同样会导致脑足中,情绪过于激动或者压抑,会导致血压升高,血管剧烈收缩,加速心脑血管疾病。 这里所讲的情治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爱发脾气。 这种患者通常有肝阳上抗,肝疯内动,因此控制好情绪是控制这个病的重要方法。 预防脑中风多做这次电视。 一、补充两大营养素。 补充α-亚麻酸。 α-亚麻酸是人体必须脂肪酸,有预防脑梗、心梗的作用,是目前现代人严重缺乏的营养素之一。 富含α-亚麻酸的食物不多,有深海鱼、酥子油、核桃油等食物。 其中酥子油含量居高,达到66.7%以上,是α-亚麻酸的良好来源。 补充方法。 每日可以将5毫升酥子油拌入酸奶或者淋汤即可,这样最大制限度地保留营养素,有助于身体吸收。 补充叶酸。 叶酸能促进高半光氨酸转化为对血管无损害的氮氨酸,还能降低血液中半光氨酸的浓度,进而降低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病率。 补充方法。 番茄、胡萝卜、白菜、蜗菊等蔬菜。 2.减少两物刺激。 香烟。 香烟中的一氧化碳会引起基球蛋白易收缩,促进血小板聚集, 且尼古丁还会引起血管静卵收缩,增加血流阻力后诱发动脉周药硬滑。 酒精。 酒精有很强的兴奋神经作用,容易加快心率和升高血压,亦加速脑中风的发生。 所以最好改掉左手咽右手酒的习惯,少一些对血管的刺激。 3.预防两种慢性疾病。 高血压。 高血压被视为中风的最危险因素,高血压容易引起动脉中央硬滑, 促使血管内皮损伤,血栓形成,容易诱发脑梗。 所以,高血压者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血压,按时服药,紧遵医住。 平时可以捏捏手指缓解高血压。 感兴趣可以点击五指通全身,秘密都在这儿,查看捏手指的方法。 糖尿病。 糖尿病患者有代谢障碍或异常的表现,加上体内肠积高血糖, 会使血液粘稠度上升并损害血管。 血液流动缓慢就会促进血小板的聚集,血栓流进大脑就会诱发中风。 因此,糖尿病患者在平时最好学会控制血糖, 少吃深糖食物,请检查,预防并发症。 4.常做两个轻栓动作,按摩颈部少中风。 将双手摩擦发热后,按摩颈部左右两侧,速度稍快, 以皮肤发热发红为宜。 这样可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松弛,减少胆固醇沉积, 促使以硬化的颈部血管恢复弹性,改善大脑供穴, 预防中风发生。 空抓手防脑溢血。 左右手各做三次空抓手,每次各做400到800次。 缺少锻炼的右脑血管壁异常脆弱, 经常锻炼左手,可以锻炼右脑,减少病变发生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糖糖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